機會給了民進黨 並沒有讓民眾感受到 一個執政黨能夠造福台灣人民的感覺 所以我相信三重鄉親這次一定會覺醒 我跟台中市的盧秀燕市長一起來 站在正式委旁邊 代表我們對正式委絕對的信心 要拜託三重的鄉親 這次一定要給正式委十個月的機會 只有十個月 補選只有十個月 讓他好好表現一下 這是我跟盧秀燕市長 我們共同來支持正式委 我們一致認為正式委是最棒的 很多正式委支持者 還在把手機打上說 要韓國瑜選中的字樣 不斷在台下揮舞 今天男主角是正式委 今天晚上要進洞房花竹葉的 也是正式委 所以今天只談立法委員補選 三重的正式委加油 加油 明天先投2號 我們還有一張吧 還沒有事情 然後加分姐去彰化 課程訪那邊去的 為什麼會臨時想說 改由您親自上選頒 對對對 因為今天在三重是選前之業大團結 所以我們都要來代表 幫正式委站下 站在正式委的旁邊 希望三重鄉親 能夠全力來支持 所以我們對意思說 如果你到中央 現在 現在不談這個問題 我們就幫正式委 謝謝 剛剛我聽各位來賓在講 就是輝文哥講的是 四席全上 4比0全雷打 一華姐從坐三望四變4比0 賴老師是覺得說 坐三望四的可能性大一點 當然堅哥認為是2比2 我的看法也是四席全上 4比0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幾個狀況 這一次的選舉 堅哥都講說四個字 堅哥 我十個字 寒流對清流 三子佔小英 就是這個狀況 都這樣說了 寒流對清流 賴清德這一次在台南 剛剛我聽堅哥在講 說正式為的知名度沒有余天高 是沒有余天高 如果說用知名度來選 就一定都選得贏的話 每一個演藝大哥大來選 就都可以贏 總統 立法院長都被他選走了 沒有 也不是只有這樣 知名度余天一定比較高 剛剛秀倫姐也提到了 是郭國文是不是也 類似陷入這樣的問題 特別是賴清德 我剛剛講寒流對清流 我也在昨天的生活中 跟大家講了 就是如果沒有贏的話 賴清德他的政治生命會 就有完全突然中斷的問題 因為這一區是他強勢 要求提名郭國文的 但是你看今天下午 我們台南比台南 然後新北比新北 這樣比較清楚 我們先講台南 今天下午所謂的這個鮪魚秀 當韓國瑜到了 這個謝龍介的現場的時候 同樣的一個地方 下車到上台 一樣的距離150公尺 這樣子講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可是我看現場是實況 朱立倫市長他去的時候 是大概1分20秒就上台 因為沒有人衝上去把他堵住 韓國瑜是花了15分鐘 所以一樣的距離 1分20秒跟15分鐘代表什麼 代表地方民眾的熱情圍堵 要去照相 要摸兩下 這個狀況 這種熱潮會引起地方的選民 他會看說不敢換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剛剛講寒流對清流 寒流是這樣 那清流 賴清德 這個也是現實看到的畫面 今天因為開始 所謂行腳台南 到處去走路敗票 郭國瓶跟賴清德 都已經努力到用走路去敗票 可是你走到路邊去的時候 人家沒有跟你握手 我還看到賴清德跟郭國瓶 是伸進人家 整個人只剩腰在外面 然後鑽進車子裡面去跟那個 因為大家知道 副駕駛坐在右邊 他窗戶拉下來 跟他揮個手以後 他是衝過來 跟他整個人伸進去的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人 是吃一面吃到一半 韓國瑜來 然後一邊吃一邊衝 看這個 但是賴清德現在的狀況 觀眾朋友我常講 政治任務他會有高潮低潮 現在真的是民進黨比較 可能沒有人氣的時候 所以台南其實基本上 再加上我們看到 電視牆上也有寫 陳曉鈺今天柯P出來 幫他拍影片 所以撒喀都確定的情況之下 坐三其實看起來 基本上是共識 所以建哥認為不會以外 那旺四呢 正視為今天晚上這個場 等一下我們看到韓國瑜會進場 在今天中午之前 其實正視為內心的底牌 都是一個人 他常常跟選民 還有媒體朋友來訪問 講說我晚上有特別來賓 9點半就是李嘉芬 觀眾朋友 從頭到尾都是李嘉芬 是今天中午才知道 韓國瑜要來 今天中午之前發生什麼事 因為韓國瑜收到了一通簡訊 那一通簡訊是正視為跟韓國瑜 他們熟識的人 他想了好久忍不住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正視為家裡的長輩最近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正視為最近都是每天去跑 你看他前兩天去三合夜市 之後大家好高興的韓冰來以後 走了他還要再去 醫院跟三家中兩邊跑 蠟燭兩頭燒 體力跟精神都是雙倍的煎熬 他覺得說很擠 我們剛剛講坐山望四 又要雲魚一天也不容易 但是最後他的這個朋友 把簡訊傳給了韓國瑜 他昨天晚上收到了 就是原來正視為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講一個從政治跟人氣 剛剛我談談講的是人氣 從政治來講的話 韓國瑜其實如果要按照政治任務的傳統 我相信在場間隔應該也不會反對 那不是我的中 新北市不是我的責任區 朱立倫你當八年市長 侯友宜現在現任市長 你不能叫我樂區去顧那一區 然後顧得好顧不好 我還要負責 所以是有人勸韓國瑜說 你沒有必要跑到那邊去 他也有猶豫 因為今天晚上原本韓國瑜有行程 可是就是昨天晚上看那個 簡訊之後 那正視為他自己還不敢跟韓國瑜講 就韓國瑜看到了 他就打給正視為 今天就中午確定要來 所以等一下會變成是 9點半的神秘嘉賓李嘉賓 變成是9點的韓國瑜本人 韓國瑜一來馬上三子連線 所以我剛剛講三子佔小英 小英今天晚上也固守 現在民進黨的口號 也非常的把那個Label都提高 一府二路三頂部 就是說三重是最重要的 好像是民主勝地 可是民主勝地 變成民主起勝地 生氣的就把票給你了 今天三子在 凸子登高一復的情況下 另外兩子馬上就合過來 所以國民黨的形勢已經確定了 國民黨現在就是以韓流為主 三子合體去佔小英 這一次我剛剛講 韓流佔清流 然後這個三子佔小英 其實還有一個叫韓國瑜路線 對上蔡英文路線 蔡英文總統也沒有錯 他所一直強調的就是 台灣的主體議室 然後要防止中國大陸併吞台灣 可是問題是他今天喊出口號就是 如果這個立委少一席的話 我們就會被中國大陸併吞 現在民進黨有60幾席 這60幾席沒有用 所以這種訴求 我們就說就訴求論訴求 選舉到了是補選 而且大家可能不會 有太高投票意願的同時 你所打出來的這個招牌 吸不吸引人 民進黨用的其實還是比較傳統的 在過去的去年的選舉 證明是沒有用的 可是這次他要重用一次就是 類似就是要夠台灣 還是一樣就是三個字夠台灣 可是你看到謝龍介跟鄭世維 特別是謝龍介 他是完全Copy 韓國瑜在高雄的勝選模式 就是我今天不用管意識形態 我要把東西賣出去 農魚貨賣出去 然後人進來以後發大財 不只高雄發大財 可能全台灣都要發大財 那就是韓國瑜路線跟蔡英文路線 明天就投票出來就會知道對決 當然民進黨如果能夠擋下來 譬如說連台南都沒有贏的話 那就是第一次從去年到現在 第一次把韓國瑜的這個模式擋下來了 這樣2020還有一戰 但如果擋不下來 而且是可能發生 我跟輝文哥預測的 四席全上的話 基本上2020 國民黨內的這些立委會去看 不是韓國瑜怎麼選 我剛剛已經講了 韓國瑜帶來的人氣 是國民黨現在支持者 他們所希望看到的 也是只有他來 今天王正世維 也只有韓國瑜真的要來了以後 才人越來越多 媒體越來越多 所以韓國瑜的效應在這裡 勝敗跟最後的結果就看明天 我們不能談民調 我來跟大家公布2020的民調 兩張圖就好 2020 強調2020的民調 不是明天316的民調 我是開玩笑的 請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當初 謝榮介的趙世長的 韓國瑜擁抱他的畫面 觀眾朋友我講實在話 我沒有見過韓市長本人 每天你說韓國瑜 我連他本人都沒見過 我講實在話 我很羨慕謝榮介 我好想給他抱一下 也給他抱一下 你看那個表情 他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王世堅議員最喜歡的 來 這個 韓濱 韓濱當天在三重 穿著白色的洋裝 然後旁邊這麼多人的觸泳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我剛剛跟主持人說 這個就是民調 這個比民調 這是明星的象徽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韓流沒有退燒 反而更旺 你看謝榮介的場子 韓國瑜去站台 把他抱住 然後韓濱在三重 十公尺走得半點間走不出去 躲到派出所裡面說 大家太熱情 還很多攤斑的價值被弄壞 讓鄭世偉去道歉 這個不是民調 這個是叫做明星 這就很多人 你看他根本不住三重 我剛剛跟你講說 他根本沒有票 可是他說我就沒票 所以這些土包子們 包括我們現在在 因為我們今天現場直播 這個YouTube看的話 土包子大家好 我也是土包子 我們是停 用誰去停 我們沒有選票 只好用鈔票 所以高雄這幾年 今天韓總佑政獨家鑽榜的時候 韓國瑜講說我們高雄現在有 因為他當然有兩個改變 第一個改變是光榮感 第二個改變是庶民經濟 所以韓市長鼓勵大家去投票 說可以改變 那就用選票來改變 所以我同意武漢獎 就是說兩個路線的選擇 就蔡英文的路線 我不會更改我的這個預測 如果我猜錯了 明天請主持人來編我 4比0